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最近家中增添了两个属于拯救世界级别的家电生成员 可以形容为 省人力物力、省时间 分别就是蒸过炉和洗碗碟机 AKA 家庭和谐好 很多朋友都问 究竟容易操作 用起来的感受是怎样? 扎日不如葬日 趁今天我两餐都在家煮 就去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不要错过了 我们现在即刻开始 刚才去了街市 买了白鲜 打算煮这个市汁蒸鲜 食譜我是跟这个T-Smart Life的APP 然后按进去 你会看到link了洗碗碟机和蒸焗炉 我就按蒸焗炉 它有个美食交流圈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最爱 对了 试汁蒸鲜 它就有了时间 然后材料 步骤 跟着它做就可以了 在街市买白鲜的时候 已经起了散 切开一片片 现在就跟回APP里面去做酱汁 把酱汁平均铺在上面 就让它等一会了 在这个时间我就做了一个蒸娃娃菜的酱汁 全部的材料都是通常我们家里有的 然后刚才做酱汁的碗 我就可以放进去洗碗碟机那里 硬一点一起洗 然后在蒸饭之前 把水箱加满水 放入蒸焗炉的下面 把我们的蒸盘放进去 蒸焗炉的门已经写了自动功能的号码了 你可以按摩扇转到4号那里 又或者在APP里面 更方便 按一个按钮 它已经设定好了 按个start 它就会自己煮的啦 你看看多快出烟 2分钟不用 然后我就准备第三个菜 就打算用果皮 我浸了 这里是蒸来吃 另外一样很好的东西 就是它主员会告诉我 我不用进去看火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看看它们 蒸娃娃菜 还有后面的蒸扇 然后就可以蒸这条鱼了 它的长度是放一斤 都没问题的 这里两条是平排 超好 然后今次我会用大火快蒸 蒸它6分钟就可以了 在部机里按开始的 好了 连鱼都可以了 很好吃啊 我没试过蒸娃娃菜 我看到它有一个自动功能 里面是有蒸娃娃菜 然后我心想 哇娃娃菜可以蒸的吗 那我就跟着它的食谱 它里面也教了 哦 蒜蓉 你知不知道它们两个是一起蒸的 是吗 嗯 可以放了 不是啊 同一层 它可以上下层的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有点不同 嗯 很好吃啊 是啊 还有叔叔说是蒸6分钟 我真的用它蒸6分钟 刚好 好了 放了把菜刀进去 那就搞定了 刚才煮食 然后吃东西的碗碟碟碟都在这里了 我们就推它进去 然后呢 把一个洗碗珠珠 放到旁边 这个格格那里 然后就关上它 这部机呢 它可以这样 入水啦 或者是搏水喉也可以的 但是呢 我想很多人的家庭 未必是可以 全部会搏多个水喉位的嘛 所以我觉得 很方便的就是 它有另一个选择 这样入水了 有这个嗶嗶声呢 就代表它里面已经够水了 它一样可以按键操作 或者呢 我又是贪方便 用它的T-Smart Life的App呢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程式了 如果讲时间呢 它有个是快洗模式的 29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就想示范 用它最原本的一个设定 58分钟 下面还有得选择的 会有一个UV的煞菌 再加上一个加强控肝 大家可能会问 入这么多水 那些水是怎样去的呢 就是这里了 那部机呢 是会跟着一条的管 你就插进去后面的洞 然后一会儿 它洗碗的中途 会有点污水 就会在这个位置排出的了 洗好了它是自动会打开门的 然后我习惯呢 就会拉它出来 真的一只碗 杯 碟 完全是干净了 一点污漬都没有 这个就是洗碗机的好处 镜头一转 我已经煮晚餐了 这个step搞定之后 就去下一步 有上涂真的很好 那我就会按这个 一键烹饪 然后呢 它就已经 预热的了 好了 我的薯仔 准备好了 它已经预测好时间温度 然后呢我只按过 开始 好味的 我没煮过的人生 是吗 对啊 很好吃的 嗯 我们用池筋把酱呢 拔走了一点 我们不是用楼摊的 真的很多污漬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 推进去 再入这个洗碗株 这次呢我会选一个强洗的模式 右上角 然后呢 一样是加上风干 开始 有洗碗机在我旁边 一起努力 哈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金山现在 要洗的 只有这么多 几开心 现在它 现在看到的紫色光 就是UV杀菌功能了 搞定 洗完了 我们检查一下 打开它 都可以啊 一样是干净 没问题啊 这个滑滑的一餐 都可以搞定啊 你看 好了 洗碗机洗的时候 然后呢 金山已经洗完它的部分了 几快 可以捉它过来 一起讲一下用口感 好 讲了蒸焗爐先啦 我自己是觉得 蒸煮方面呢 是最惊喜的 因为 不用再等水滚 你直接一摆进去 就已经可以蒸了 之后它蒸的时间 和明火 和电磁炉 是 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完全不需要调校 之后又不用看水位 然后你又不怕煲干水 然后它不够水的时候 又会有提示 告诉你 我是觉得超级方便 然后我蒸东西的时候 它又可以同时间 我空出一个煮食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一边蒸东西 然后一边煮 我觉得这东西是很好的 今天的菜全都是热的 嗯 而且我觉得它的内笼也够大 嗯 因为以前我们家的锅 是没有那么大 就放不到全只鸡 或者是比较长的鱼 现在是可以轻松放进去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是有了这个蒸焗爐 我们煮多了很多东西 例如之前是煮过 芝士大客意面 然后一些鸡翼 鸡扒 或者是烤羊架 是令到煮食的乐趣是多了 还要它连着手机APP 无论是自动功能 或者是手动程式 操作都是非常方便的 想不到煮什么 里面是有个美食交流圈 是非常之多不同的食谱 写好那些份量 步骤 然后它预设好时间 温度 模式 基本上是不用用脑 你都可以煮到 我觉得这个蒸焗爐 对我来说是帮轻了超级多的 我还有好像有个清洁功能 是呀是呀 它里面是有得除美 有清洁的功能 我也觉得是对于 没错 就是Care这件事 然后就到洗碗碟机的部分了 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看现在可以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又对 因为之前如果这个时间 它还是很努力地洗碗的 我本身是觉得 洗碗碟机不是一个 那么重要的存在 始终洗碗 洗碗布不是我 但是用了之后 我是深深体会到 家庭和谐号这个名字 当然啦 首先就是金山他每晚 不需要洗这么多碗碟 就很幸福啦 他以前真的会洗到发脾气 真的 他最喜欢我 经常用很多的煮食工具 明明我都是正常煮饭而已 每次煮完食都好像打完仗 是这样的 所以一些我觉得我又想煮 然后他又不想我煮的菜 我就唯有在市区家那边煮 但是现在他是很开心 很放任我去煮任何的东西 我都觉得他又开心了 我又开心了 他的容量是够我们两个人 煮食再加上吃东西 全部都放进去 那今生吃完饭呢 只是负责洗锅就可以了 或者是一些木製的筷子 放不下洗碗机的东西 那已经搞定了 我觉得 有点感恩了 是啊 省了很多时间了 嗯 不过我想很多朋友 跟我们一样 是没用过洗碗碟机的 所以我是写下了一些注意事项 想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 首先摆放洗碗碟机的位置 因为他是要预留去水位附近的空间 他真的相对小的 但是你始终都要放些碗碟碟 或者你看到我们放多个煲 他要一个空间的话 你真的可能买之前要计一计位 然后第二样就是操作方面了 因为我之前是幻想洗碗碟机 他是完全洗干了 他不是滴水的 只不过是可能还有少少的水器 不是说你立即洗完就可以放它进櫃 那么你风干可能一会儿 15分钟 可能他已经是再光了很多了 但是整体来说 我也觉得方便了很多 哈哈哈哈 你看你多开心 对了 还有他又是可以用电话的APP 那个操作是超级简易明白了 你看到我都是选择个模式 然后自己想要什么功能这样选择 是你不需要去想 按哪个键呢 又要记去哪个键打哪个键呢 我就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用得很好 然后很容易上手的一样东西 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告诉你 例如门打开了 两个都是的 你打算去打开它 但是他会告诉你 门打开了 不够水啊 那所有的东西 你都是一目了然 我觉得不用猜猜是非常之好的 对了 所以我们前两天 我们是很累了 有朋友来玩了 跟着呢 真的的 我们是放了碗碟进去洗碗碟机 然后按了它 我们去睡觉了 没错 对了 早上起床 已经是干干净净 已经是干了 可以放进去櫃里面 没错 我们都多了些时间陪着 是啊 是啊 真的有点感动 哈哈哈哈 这件事是可以去到这个level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是有个空间 可以放到这两个家电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之值得去入手的 我也觉得我们各自轻松了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用了一段时间 是很密密的用 感受一下两个不同家电的用法是怎样 然后我们有多些的功能 我们试试去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有个参考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去问回我们 对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条影片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那你喜欢洗碗碟机 多点还是我多点 我会不会太现实了 吧 我来到大了 尢尤 我会把帐远渐量吗